第一个的话请开启那个通讯产品统计原始档这个档案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再来开启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个档案呢开启之后呢有几个问题 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工作上常遇到的 就是呢你的来源资料不像是像开放资料 像我们那个从刚刚那个范例 就是它本身已经提供给我们需要的栏位 那当然我讲过如果没有那个栏位你要把它变出来 那怎么变出来 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大家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首先如果你看到假设是 比如说区域编号 第一个啦格式部分 如果在你的那个资料里面 如果有像这种状况 就所谓的什么跨栏制装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呢将来 在资料处理的时候 如果像这种跨栏制装 请你一律 请你把它改成没有跨栏制装 为什么 因为呢如果你假设要查询 像比如说A01指的是北区 那将来呢如果你需要去查询北区的话 它没办法说你三个储存格对应一个储存格 这种关系它没办法办到 所以呢第一个啦 假设你看到跨栏 因为其实在工作里面 常常遇到那种跨栏制装的资料 那怎么办 如果你要资料正规化 什么叫正规化 正规化是不允许像这种跨栏制装的资料 所以怎么办 你可能要先做一个动作 先把跨栏制装取消掉 然后呢把底下的资料 再把它复制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向下拉的时候它会自己加1 那怎么办 你按Ctrl键 Ctrl键按住 它就等于是复制原来的资料 那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动作 先把这个资料 先把它复原 恢复成什么 没有跨栏制装的状态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那当然呢 如果说你不希望花太多力气的话 像这些东西 其实是可以用程式来解决 或者录制聚集来解决 那这个资料量少还可以啦 如果资料量多的话 可能就要花太多力气 那我们第一步完成 所以哦 如果你看到跨栏制装的话 请你先把跨栏制装取消 那第二个的话 我要统计什么 我要统计产品 那产品名称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是编号啊 可是 我们如果放在枢纽分析表里面 不可能用编号去做那个统计分析嘛 所以呢 势必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栏位 就是它的名称 就产品名称 那这边有个对照表啦 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产生产品名称的话 你需要先在C栏这边按右键 插入一个栏位 然后名称的话就是产品名称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产品编号的对应名称把它查回来 那所以查回来的话 那个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用到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函数 就是专门查资料的 就是VILU函数 所以呢 查询的方法一 请你把油标放这边 然后按什么插入 里面的话呢 请你找到 这个叫查阅与参照啦 不过旧的版本好像叫简式与参照 名称它好像有变更过 那其实我比较 其实我比较 其实名称它如果叫查阅可能比较正确 因为以前叫简式 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达到那个类别名称的意思 那查阅的话其中呢 把那个卷轴拉到最下面 你会看到倒数第三个 不过如果是旧版的话 应该是就最后一个 那你会发现 其实这两个是新的 Xlookup跟Xmatch 那因为V的函数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查的话 只能够查第一栏的资料 你不能查其他栏 那Xlookup它可以查别栏 这个也许之后有这个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了解一下 到底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一般用到最多 或者旧版 因为新版的新功能 旧版不见得能用 OK 那我们用V的函数按确定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会跟我要四个讯息 第一个的话就是 你要查什么资料 所以Xlookup 查询什么value 什么资料 我要查编号 第二的话就是Table Table就是一个表格 表格在哪里 表格在这里 所以意思说 帮我把这个编号 去到这个表格的第一栏 特别说第一栏里面查 那查到之后的话呢 它总共有两栏 那请问一下你要的资料是 要把什么资料帮你带回来啊 那我要把后面这个栏 那这个栏在第几栏 第一栏 第二栏 所以这边输入2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问题说 那你要不要找完全一样的呢 那如果找不到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 如果输入0的话就是不要 不要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资料 那如果你输入1的话 假如他找不到T001的话 他会去帮你找可能T000 就是帮你找接近的资料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是找完全一样的 就输入0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那个Vilo函数的公式 OK 把这个查过来 看是不是大哥大手 按确定 好 没错 把他拉宽一点点 好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会出错啦 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呢 这个Vilo函数 将来你向下填满的话 他的那个什么呢 列 列会变动 列会帮你加1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什么 把这个 这个范围的资料固定下来 所以你可以在 这个 TableArray的前面 2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然后 4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只要在2跟4 为什么 因为你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他只会增加列数 影响的话 只有这个数字部分会变动 OK 所以把它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呢 他向下填满就不会出错了 我跟各位讲 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出错 你点一下这边就知道了 他会 原来如果你没有锁起来的话 他会帮我把任何的数字都加1 比如说 B2 会变B3 H2 会变H3 H4 会变成H5 你再加1 如果你不要让他变动的话 只要在 他会变动的地方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那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OK 那你会发现了 这样就完成了 那当然B3 前面 B2的前面不用加 因为你加的话 变成说 他以后全部都是变 查那个什么 这个T001的边 那不对啊 因为我要向下查 所以这个B2前面不用加 但是这个清单里面这个一定要加 完成 所以产品名称有了 再来的话呢 各区嘛 区域编号 我不要区域编号 我要区域啊 所以在一栏前面一样按右键 插入一栏 那名称的话叫区域好了 所以把这个区域的名称 一样带过来 然后一样再把它查表 查的方式跟刚刚一样啦 所以再插入一次 然后 我们一样找到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V2函数 然后同样的方法 帮我查这个编号 在哪个表格啊 在这个表格 上面栏位名称不用选到啦 因为它不用 不会去查到栏位名称 要第几栏呢 12第二栏 然后呢 要不要完全一样的资料 要 查一样的资料 输入0 按确定 那确定之前一样 请你把Table的表格的2 跟5 把它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避免说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又帮你加1 那就出错了 OK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好 那如果完成初步的动作的话 那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换到下一个部分了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这个正规化完成之后 下一个动作呢 我希望会是一个图表 那当然第一个啦 我会希望呢 先做出一个报表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它做成一个图表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以 假设我希望做出来的结果 涨的就会类似像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 第六十页吧 跟六十一页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做出类似像这样 统计一下 帮我统计什么 统计这个 各个产品 它在各区的销售总量 OK 并且做一个总计 OK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那个什么 把年度的资讯呢 再加进来 那比如说原来没有年嘛 那如果要把年的讯息加进来的话 那它怎么样可以 第一年101,102 有什么差异 我想要再了解一下 两个年度的业绩相差多少 那怎么做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我又希望绘制图表的话 那如何做出类似像这样的图表 不过这个图表有点花俏啦 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把它做花俏图表 那底下有一些相关规定 也许你们可以试着做做看 那主要我如果希望呢 绘制出类似像这样的图表 把那个图例 放在左边 然后里面的话用直条图 把那个 按照不同的产品 它的各个年度 的那个图表 帮我绘制出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刚刚的资料先做一个正规化的动作 就是产生 第一个 把那个区域 跨栏之中取消 第二个的话 产生产品名称跟区域部分 然后把画面还给各位 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 以后 如果你的资料来源 它里面很多跨栏 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 资料来源里面 就已经会有 那个 跨栏之中 那怎么办 你可能需要先把那个跨栏之中 先把它去掉 那 那还好 因为现在的资料 还不算太多 你还可以慢慢的去 把那个跨栏之中 给去掉 但是未来 如果我说 资料量很大 我还是建议你可以 用那个 录制聚集 加上VBA 其实可以 让那个 处理的时间 大大的缩短 因为它会自己去判断 自己去帮你处理完毕